因為這個個案也並非確定病例 那所以目前 在實務上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一個處理 不過如果說 大家如果不放心的話 那當然自保健康管理是一個必要的一個 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就是戴口罩 就避免這個 就是會有這個 未來當然說如果這個人 如果一旦是陽性之後 他接觸者才會變成說需要被隔離 想針對康宣董事長的事情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他在外出這段期間接觸過的任何人 我們會不會要求他們做自主健康的管理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他今天早上衛生局有說到 就是董事長他外出兩次 而且兩次都高達兩個多小時以上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包括警政衛政還有民政的單位 都沒有任何人知道 那這是不是顯示說 我們目前居家檢疫的防線是不是已經沒有先前來說來的嚴謹了 謝謝 我還是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 對於居家檢疫者的警政跟民政的關懷的力道 都跟原來都是相同的 那因為我們民政體系的李幹事是早晚會去做關懷 那不是隨時在做關懷 這第一點要說明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電子圍籬的系統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一樣持續在做運作 這位董事長他的手機呢 他刻意放在家裡面 但是我還是要不斷呼籲我們的這個絕大部分 居家檢疫的民眾都是還是守秩序守規矩的啦 所以我們從這個實施路徑居家檢疫開始一直到現在 那已經超過27萬以上的這個居家檢疫的民眾 那其實違規的比例是不到千分之3.5 那像這位董事長這樣的一個行徑 過去也都有被我們查到的這個紀錄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呼籲民眾 其實不應該是因為國內的疫情 風險比較相對低之後 就回來之後就可以比較可以放 這個好像在居家檢疫的作為上面 我們還是一樣相關的這個房子作為上 都一樣的是嚴謹的 所以請大家一定務必遵守我們居家檢疫的規定 有關他的接觸者部分 因為這個個案也並非確定病例啦 那所以目前在實務上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一個處理 不過如果說大家如果不放心的話 那當然自主徑居家檢疫是一個必要的一個 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就是戴口罩 就避免這個就是會有這個 未來當然說如果這個人 如果一旦是陽性之後 他接觸者才會變成說需要被隔離